游客中心 这边是我们纳江海的游客中心 这个游客中心只有在国家景区里面才会游 一般的地方是没有的 然后正前方就到我们纳江海的海边 纳江海的一个海水渔场 这边有一个儿童游乐城 小学的儿童游乐城 现在风稍微小一点 风车都没动 国家4A景区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牌子 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们山东省旅游局颁发的4A景区 一旦在5A的话 省内就颁发不了了 5A景区的筹备工作在19年就开始了 这疫情耽误了我们好几年 然后我们的左前方 就是我们整个纳江海的海水渔场 纳江海的海水渔场的话 东西总长度是2.5公里 2.5公里 东西总长度 工活晚会 做一个工活晚会 中国华能 这还有 这整个海岸下这一圈 中国华能的这个发电机 哦对 整个这一圈 风电 风力发电 中国华能的风力发电 这停车场 这边啊海边还人还不少了啊 哎呀为什么不潮湿 那我们左手边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文化中心看到的那个游泳池哦啊这就是那个游泳池啊整个一个区域对海边我们要不要下去看一下看一眼吧看一眼啊走那个海水渔场啊就是整个威海市那下也是唯一一个在海边做这个游泳池啊这样的一个景区啊海边游泳池对整个威海市上面一个啊哦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海水游泳池是唯一一个在海边做游泳池啊这样的一个景区啊海边游泳池对整个威海市上面一个啊哦是没有的 这个游泳池的它的一个维护啊运营成本都是很高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些所有的设施都是免费的哦都是免费的对不对看小朋友玩的多嗨呀你看看啊海马啊在那涂的水反正可以往那个海边去走一走对海边看看去对对 对对哦这是 这在海边有个游泳池啊这是少见对 就到了海边了 对那现在这边沙子呢跟一泰游的一比啊这边叫做什么粗粗琵琶艇少女的祈祷杨千叶叫什么是不是 这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啊网红打卡地啊哦 这是我们整个南岳的一个沙滩的一个守望者哦哦守望者一号这叫哦哦在这个造型里面的话二楼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看海的平台啊 可以去上面看看哎呀这是海边人是不少了啊啊海边那这边它毕竟是一个开放性的景区哦 也是一个四亿景区的燃流量是很大的哎呦你看这小游艇跑多快啊啊 这边水上的娱乐项目啊海水渔场啊我们专门画的这个安全游泳区啊啊啊那个围栏里边的那个浮漂里边的对可以去下去游泳的可以玩的 啊我们现在来到了海边啊这个海边这个海水啊就特别的平稳啊对 它的海水比咱们英泰克难多了啊而且这个水看清很清对 非常清小朋友们在这玩的啊 那下海的水三米都能看到底三米能看到底啊非常清洁对 然后有小细石子啊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今天是退潮是吧还是怎么 现在的海水正在往后退往后退啊所以说特别的舒缓啊 一点不急可以下去玩了对现在可以下去游泳看看 水温怎么样还有点凉是吧啊还不到游泳季节那有游泳的看那边一个伙计在游泳 对对一个伙计在游泳小朋友泡里边去了对小朋友半身都在水里边了啊冷不冷小朋友啊 有点冷是吧别抽筋了啊哈哈哈还不到季节对还不到季节对还不到真正的玩的季节 真正玩水的话还得等到七月下 这边没有虎胎啊这边 这边一点没有 没虎胎是吧 这边没有哦这边一点虎胎都没有啊 对对对对 怎么会有这个水草呢 对是没有的这边是干净的 非常干净你看这水多清啊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这个海域啊都是海水帝 这是我们纳向海的鸡鸣岛 纳向海的鸡鸣岛 对 去过那鸡鸣岛 这就是鸡鸣岛 这个岛这个岛的话就是被我们纳向海承拗下来的啊 这个外海政府把整个岛的一个开发权交给纳向海去全全开发了 哦这样子的 就是纳向海去开发这个海岛 这边图书馆站 这边有两个海景图书馆 哦图书馆 两个那个海景的双塔图书馆 双塔图书馆 我们第一次来一滩 一滩来大海的时候 就这个两个图书馆给我们意向很深 啊 但我们没有进去 这两个图书馆我们现在准备啊 在这两个图书馆中间搭一个连郎 哦 建一个看海的连郎 哦那就更好了 准备要建一个连郎的这个区域 南江海 探险世界还有 这左右手两边啊 就是我们的黑棕林 黑棕林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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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就是我们的温泉 这边 右手边就是我们那家打造的一个探险实践啊 探险实践 大型的一个室内游乐场啊 哦 就是小朋友喜欢玩的一个大型的室内游乐场啊 儿童乐园了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儿童乐园这样的一个场馆 一个场所 这叫康养福地 啊 森林温泉 好 我们现在走进了森林温泉 好浓郁的那个 浮养离子味 哦 抚养离子味 哦 这位大红灯笼啊 挂了挂满了这路边两边的树上和电线杆上 这边我们南江海的一个森林公园啊 也是我们的一个森林温泉的这个区域 嗯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黑棕林内部啊 我们托射的这个木栈道啊 整个黑棕林里边啊 它整体的一个环境打造的是非常漂亮的啊 在这里 而且呢 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可以深呼吸感受一下 它的复养离子的含量是很高的啊 像我们现在业主啊 每天喜欢做的事情啊 找床 起床啊 在里面散散布 晚上睡觉之前啊 在里面散散布 溜溜溜啊 能处进睡眠啊 天然氧吧 对身体可以起的非常好的一个保健的功效啊 敷氧离子含量高啊 首先可以抗衰老 再一个的话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健功效啊 软化血管延缓衰老啊 对 这里呢 有一个空气质量的实时渐測表啊 敷氧离子 敷氧离子每立方是三万多个 什么概念啊 可能说您对这个数字啊 猛的一接触啊 没什么概念 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啊 在咱们自己家里边 我们自己家里边啊 包括你在乳下里边一样 对 在自己家里边每立方不会超过两位数啊 90多啊 不会超过两位数 有可能是个位数 哦 在一些城市的公园里边啊 不会超过三位数啊 不会上千 在我们那下海的区域啊 三万多啊 每天都是三万多 哦 这还是低的时候 而PM2.58个 哎呀太低了 微海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温度是29度 微海是没有任何的污染 湿度很好 很干燥 对 这边不会潮 我们在海边但是我们不潮 它跟乳山是不一样 对 它地理气候是不同的 对对对 一个江苏的车 因为我们那下海的开发商就是南京的 这边是温泉啊 忘了讲温泉 温泉就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 然后我们的木栈道啊 这就是我们的森林公园 哦 里边有木栈道 这个公园跟大海是相连的 哦 跟大海相连啊 相通的一直能走到海边啊 哦 所以海边一直走 就直接穿过冰空帘就回下去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就喜欢在森林里散步啊 这里边第一呢 氧性含脸刀啊 富氧磷子含脸刀 第二是里边清静啊 对 第三呢就是整体的氛围非常好 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啊 整个人的身心达到了一种自然的放松啊 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打造下去养老啊 去度假去生活啊 那整个人他不想长寿他都难 对不对 那边